哎呦 好困啊 坐了好久啊 是个懒腰啊 哎呦 大家好 我是永姐 哇 在我朋友这里坐一下玩笑 天都黑了 不知不觉天都黑了 还来这里 还来这里吃饭吃 嗯 先吃饭 可以烤过了没有 啊 您烤 可以啊 可以我那天12号那天就去烤了 嗯 接下来就是 烈壳饿了 对啊 那天 那天我可以一考课我就发信息给教练 我说要去列车啊 教练说那个列车厂再修整一下 他说 等他通知吧 他说要等十几天 等他通知 然后叫我去列车 我好怕啊 我好怕我等一下可以考课了 我又忘了那些灯光啊什么的 忘记了怎么使用了 有教练教怕什么 对啊 那些刷题刷了几天吧 刷了几天我就约考可以啊 其实也不难我可以哦 教练说可以 可是不难的 接下来就是科二跟科三了 慢慢来 嗯 不急 反正今年可以拿车做 哈哈 努力吧努力吧 哈哈哈 我老公 我老公天天问我了说 你啥时候去列车啊 我老公我老公希望我考了驾车啊 他说他也要坐一下副驾驶 享受一下 我老公说他做了 这个可以哦 看车看腻了是吧 对他说看车看腻了 他说叫我去考驾车 叫了两年我就不去考 哈哈 我要就是考了驾车就开车 我老公他也是想他说 来你考了驾车 你可以给我做做事情 我也做做副驾驶 享受一下 人家说是吧 他说 方向盘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才是最安全 其实我觉得一样的 因为什么 因为开车 他也要命啊 是不是 他也要安全啊 是不是 等你拿驾车的带我们去喂一下 呗 哈哈 哈哈 带你去喂 我们来煮台车 煮台车啊 我刻意都考过了吗 等你考完课车 拿到驾车啊 可以可以 很快的 我 一个月OK 我老公也是这么说我的 他说等你考完驾车 你肯定想着这里去玩 那里去玩 我说你不要你说 这要肯定的 哈哈哈 到时候不忙了 可以在主台去露营 对对对 我们主台去露营 就是我们大家姐妹啊 一起去啊 是吧 有孩子带着孩子去啊 是不是 就是 不带 不带老公去 我们姐妹团出去玩 像那天我们包车去 38个人一部车 包车去他们那里去 去玩 去旅游 包了一个大车去 还是姐妹团一起去玩 好玩一点 对 我要努力啊 他们明天要包车去柳州了 哇真好 可可塞啊 中哦 一把锅 哈哈哈 可以的 可以的 然后我们去逛街街吧 好久没逛街了 讲真的 好的 好的 好